今年5月下旬 美國要規定有解放軍的身份的人 不能在美國進行軍隊的方面的研究 特別是軍隊的技術 那有一位叫唐娟 唐娟 唐娟 她是申請美國護照的時候 她沒有透明的講清楚她的身份 所以她也是被美國FBI去訴 然後她就躲到九金山的領事館 所以有這件事情 所以她應該就是被送回去中國才對 那這個就是因為她違法了 就違法了美國移民局的規定 那就是這個一回事 那這是很正當的 因為其實中國的軍隊 目前是在印度太平洋的地區是最危險的 只有中國是危險這個太平洋 印度太平洋的區域的和平的狀態 在台灣海峽也是啊 在琉球也是啊 也不用講到印度啊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狀況裡面 美國跟中國的軍隊不能合作 所以美國這樣子規定是合理的 那如果中國就說任何一個美國人可能有危險 是不合理的 那當然中國也可以規定美國的軍人不能在中國進行研究 但是他們從來沒有讓過美國的軍人去美國做研究 所以我們家也很喜歡 我們家都不會有了